号外 华彩少年阔别三周后居然真的上线了 这是一档神奇的节目上线吧 华彩少年始终秉持阶段性上线的原则 就是不上线最终都快被人给遗忘了 这档节目拉来了整个娱乐圈的顶级艺人参与 每位嘉宾都是在娱乐圈中拥有一定咖位的存在 更别提这档节目中的选手了 更是需要比试才上线的少年 各个都是身怀绝技 更是在某些领域中的精英或者是传承人 如此强大的组合自然配得起央视出品 自然拥有华彩的实力 可惜央视就是这么任性 从未在意过自己到底有多强大 开播至今都小半年了 结果才上线了五期 一个自觉 如果不是因为关注王一博 可能真不知道这档节目这么的优秀 更没有这么对一档节目抱有无限的等待之心 羊爸放起来鸽子必须是让你哑口无言的节奏 各种的理由 各种的上线神操作 各种的小花絮 各种的排面 真是前一天兴奋 后一秒目瞪口呆 就说上周吧 说着上线 结果不到最后一刻 都无法想象 说不播就不播了 王一博的粉丝 前一天奔走相告 记得明天搬好小板凳坐等了哈 下一刻卡点换来了等了一片寂寞 放鸽子都是这么瞬间的 也是头一次见 时间跨越都超过一两个小时 如果不是因为王一博的原因 估计很多人都对这个 拥有如此优秀配置的少年团不了解 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让人看得兴奋不已 好节目啊 真是配得起华彩 跟配得起少年 好多选手真是出类拔萃的界别 看他们身怀绝技不说 一开口就知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 请央视好好顺利播放吧 真的特别好的一档节目 让少年们持续性上线 让中华文化精粹再度出圈吧 如今华彩少年上线 本以为官宣了 肯定会上线的 结果呢 现在说今晚上线 都不敢期待了 毕竟鸽子放的太多了 观众们都对此形成了免疫 还是静候佳音吧 热情都已经消耗殆尽了 毕竟好多人奔着王一博而来的第五期中 他学习戏枪的桥段 让人记忆深刻 有模有样不说 还有那个我是豹子 我不是猫 乃琳乃琪的表述 一点没有了豹子的威风 不知道最新的一期 严格的王一豹会不会继续下去呢 我们还是等上线后 看呗 说到这里 真是不到最后一刻看着上线 还是不要期待太多了 毕竟失望好几回了 我们也不敢说也不敢问 只能等着呗 王一博 你的汉符咒了 粉丝要给你孕孕 行不 先说一个好消息 王一博和赵丽颖姐弟俩拍的 有匪在韩国上线 因为热度太高 导致官网瘫痪 这也从侧面说明姐弟俩的影响力 以及王一博的号召力和市场高频 妥妥的让人看出 他顶流偶像在国外的圈粉能力也是杠杠低 只是斯密达看什么 都说是自己家的个性 让人不禁为王一博捏把汗 斯密达不会力政有匪是他们拍的吧 每天都有大量的粉丝在评论里表达对王一博的喜爱 对他造型能力和驾驭能力的崇拜 这倒也可以理解 粉丝骂热爱自家的偶像理所应当 但在评论中偶尔也总会遇到让人无语的情况 比如我不喜欢王一博戴耳环 我不喜欢他穿破洞牛仔裤 他不化妆更好看 昨天在动态里发了一组王一博画眼线的造型 立马就有粉丝评论不喜欢 这里我来统一回复下 首先 你热爱的偶像是艺人 他身上有很多代言约束着 我们也知道他素颜就很抗打 妥妥的花美男的硬实力 但是他代言的美妆怎么办 不化妆怎么能看出你在宣传人家的产品 这都是有合同规定的 还有他代言的食品 服装 吃的 喝的 哪一样不需要在他身上体现出来 这都是条条框框 舞台上 他光芒万丈都是要经过彼此权衡和挑选的 其次每个人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没有人一下子就能把自己的审美眼光和挑品能力拔高到更高级的层面中去 这需要时间需要过程 刚回过纳惠尔 寒风正盛 他的寒范儿造型无可指责 那是他的造型师给的年薪才多少 你们现在看到王一博每次出场时的王炸造型 造型师的年薪是千万起步的 这不是质的区别吗 你选择爱他 就要接受他的全部 你不能接受的 不能代表人家就是不对的 特别是街舞司开播在即 你对街舞了解的多一些 再多一些 更容易读懂王一博动作中表达文化含义和个性语言 你对时尚流行前沿文化的积累 也让你更容易读懂他的造型逻辑和背后的时尚 你的偶像都这么优秀了 咱也不好意思总在原地他不不是 否则怎么称得上自己是他的原始土猪粉呢 许是王一博的蓝忘机太过深刻了 有一大波粉丝对他的古风造型是欣赏和痴迷的 他很好的诠释了摸上公子如玉的境界感 和古雅古运的腔调范儿 有着不识人间烟火的飘逸感 和不落凡尘的先锋盗鼓 他的内敛低调以及慢热的性格 都让他把古风造型演绎出一种高级感和贵族范儿 一预一笑之间风雅满满 一举一动之间如清风徐来 有着翩翩公子穿越来的即视感 所以每一次有新的古风造型出现的时候 都是大受欢迎的节奏 我们也乐见他如雅的模样 让我们一天都很愉悦 心中是古风造型 特别是翰服在如今国力强大的背景下 中华文化的传统又一次被无限地放大出来 在所有的古风中 旗袍和汉服是中国特有的古风符号 一直被演绎也一直被追随 而汉服在如今的情景下如果穿搭就成为大家关注的话题 当然如今的汉服也是各种改良之后的样子 更方便人们的穿搭和减少对周遭环境的要求 王一博这套造型是汉服加板鞋的搭配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古风造型也可以这么穿 不影响宽袍大袖的飘逸感和古色古香的氛围感 也更有利于行走的方便 这种古风加世上的混搭方法 既古雅又现代 这套造型整体行空蓝的色调 本身就有着深邃神秘的色彩语言 整体极简风的造型下 表现出来的线条利落感和潇洒泛而不言而喻的 内搭的白色不仅提亮肤色 也让古风的本意完整地表达出来 一金边白色的撞色拼接 呼应着衣袖底边同色系的印花 让清新感和文艺泛而 一下子就浮现出来 特别是这个直衫舞蹈的动作 让他这套古风的造型 多了一份硬朗风和潇洒泛而 有粉丝说 汉服很美 就是皱了 总想给他运一下 哈哈 帅 我们是认真的 王一博这些不动声色的温柔 每次看别人的故事 都能把自己看哭 王一博 即使是多年时光呼啸 也没改变他骨子里的细腻和柔软 每次看别人的故事 都把自己看哭的一个孩子 也有着何家有关的柔软的水晶心 2014年出道时 舞台上看到父母来崩溃痛哭 2016年节目上看到嘉宾跟父母团聚时 坐在角落里偷偷流泪 17年给龙亚人直路后 发文感恩现在的生活 18年节目上听主持人谈 陪伴十几年的狗狗去世时 在旁边默默掉泪 20年街舞决赛 看选手与母亲的VCR悄悄红了眼眶 21年节目上听嘉宾提起父亲去世的事时 眼里水光浮动 小时候拍戏捡到小猫咪 给小猫咪取了自己角色的名字 听说猫妈妈来找小猫 就托人把小猫咪还给了妈妈 祝他早日回到妈妈身边 在节目上别人要他给爸爸打个电话 因为距离太遥远 所以没有太多话题 他抠着手机 后来没说两句就挂断电话了 人家问他要不要再打过去 他伤感微笑着说我选择不打了 天天小兄弟有依气 把一对兄弟的父亲请到节目上来 说他为了两兄弟付出了很多 支持他们的梦想 那一段他镜头很多 可能是因为他哭得最惨 王一博这些不动声色的温柔 在岁月的沉沙里闪闪发光 内心柔软有温度 但是酷盖又很坚强 什么都自己扛 很多人把他当冷冰冰的顶流 当随便射箭的靶子 把他当自己的期待和未尽的梦想 但也有很多人 只把他当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当成自家的小孩一样而已 并没有这么复杂 关闘 或者 小包